阿俊運動會比賽19號第一年開 無數比賽等軍方募在再去10點燈燈 台灣對蔡澤民出賽就為台灣欺負第一名的當牌 消息在團會跟鄉民眾都相當的歡喜 綜合館長有民國跟合比燈燈軟後決 20號的阿波全都帶到就好 館長有民國想到中的聘請他來彈琳鎮壓運動高輪 讓蔡澤民的體驗心愛能夠繼續下去 館長有民國跟合比燈燈軟後決分分就忙就好 李衛陽會比馬上紅棒為搶到甘更 雖然蔡澤民還沒有回到台灣 但是我們今天來這裡跟他貼紅棒 要去祝賀也跟蔡爸爸跟他恭喜 就是我們彰化之光也是台灣之光 可以說補為我們蔡華縣政府 這個獎勵優秀的運動選手 可以聘為專任的運動教練 我們國術在我們河美是非常的出名 在我們校議員的一個領導之下 在一個帶隊之下 在我們國術的這個領域 我相信我們在河美有多項的一個國際比賽都得名 所以說我們河美人是人才積極的 希望藉由我們這是一個比賽的一個得名 能夠提倡更能促進我們河美的一個體育的發展 蔡澤民的無所教練 蕭永生表現 除了白尾抽籤運氣不錯 主要也是在蔡澤民自己挑選的很好 比賽過程當中相當的順利 他這一次因為有抽籤抽到比較前面的選手上場 所以他在心理層面其實已經比過很多場國際賽 也都是抽籤抽的比較前面 所以他的心情調適其實已經有辦法克服掉 包括說他上場給自己的自信度夠 反而沒有失誤的完成了這一套套路的演練 反而是後面的選手上場壓力會比較重 蔡澤民的爸爸媽媽 竟然是感謝各位給蔡澤民的既得跟照顧 讓他可以在各個賽事當中為台灣進攻 就是栽培哲民一路走來的所有的教練 指導過他的教練 左訓的教練 還有總會的栽培不嫌棄 他們都一直很愛護哲民 所以他才有今天的成績 因為這是因為大家關心得更好 要給他很大的力量 他們也是要感謝教練的 我們的馳篷教練 當初對最基礎的慢慢的割掉 真是要先加 小孩本身也是很認真 中華館長有民國表示 蔡澤民為國進攻 除了獎金 將會聘請蔡澤民為專業運動教練 讓蔡澤民的體育心愛 能夠汽水發光發力 為國家家電風 帶出優秀的一台選手 新中華新聞 立民紅和美藏報道 相關 立民附居 有 Ramadan 到佬 雙眼 雙眼 天 捐